猫咪多大可以吃化毛糕营养糕 其实营养糕吃呢会比较早一点 那可能我们讲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或者是一个月以内 其实就开始吃营养糕了 如果猫妈妈奶不足的情况下 额外的营养添加吃营养糕都是可以的 而化毛糕呢没有必要吃到那么早 因为我们要去看到 化毛糕其实就是为了化肚中的毛 能够很顺利的排除嘛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呢 它到底有没有自己清洁 舔毛这样的动作 其实猫猫想要掌握舔毛清洁这样的动作 可能往往都要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所以化毛糕的一个添加相对较晚一点 可能在三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很多人会问 那我们营养糕可以吃多久 其实作为一个营养添加而言 营养糕可以吃一辈子 那么作为化毛糕而言 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必需品 因为猫猫的清洁很容易造成 比如像是便秘的产生 如果你每周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律 每周两到三次添加一个化毛糕 会使得它大扁非常通畅 也解决了很多急患的引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